Hello 今天要再开直播的是TAT 车历史的Club 大历史的换合 我们又在这里开直播 可是今天期的影片呢 后面的时候好像不太 那如果有在线上观看的车友呢 如果有影片有异常 再请立刻告诉我们 今天要介绍在TAT 当然要介绍的车款呢 是Toyota的Artist 那这一个世代的Artist 从台湾从9代 10代、11代 甚至是最新的12代 在台湾的销售量呢 都是排行 都是第一名 那今天的10代呢 车历的话是2011年了 大概行驶的里程数呢 也大概快有18万 甚至是大概快接近19万公里 那原厂的汽车呢 Toyota品质真的非常非常好 有办法撑到18、9万 那原厂的汽车 已经大概有开始出现 慢慢有异音的状况 所以车友呢 就选择KT的避震器 那原厂的避震器跟KT的避震器 最大的差异呢 就是在它的功能 第一个 KT的话是高低 可以调整 软硬的话也能调整 在功能性上的话呢 比较多 KT的话 之后也许有可能是 上硕坏掉也好 或者是 主宁有力的话也好 KT的话 都是一律都可以维修的 而且KT本身就是制造的工厂 所以可以针对任何一个 螺丝 螺帽 防尘套 馒头 任何一个零件呢 都是可以维修的 那我们来先来介绍 原厂塞下来的避震器 原厂前面的 原厂系统呢 是麦花城的原厂系统 可以看到它损坏的状况呢 其实还蛮少的 这个可以 可以验证就是 Toyota它的原厂的零件品质 真的相当的不错 这是前面的避震器 车友有说 它的前面 像这个间隙很大 这个间隙很大了 上座应该 轴承应该已经出现 有一场 异常的状况 这边间隙也都有一场的状况 防尘套有破掉 这个有办法撑到18-9万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质 那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 这些零件呢 全部都不用沿用 也许有的品牌呢 它需要把原厂的上座拆下来 沿用 装到改装避震器上面 但KT的话 不用 因为 第一个 在拆装时候的话 会比较快速一点点 第二个 假设有问题的话 就很难理清 是原厂避震器的上座有问题 或者是KT的避震器有问题 所以 KT的话 在Artist的车款上面的话 我们前面跟后面的上座呢 都有附一个全新品 车友 不用烦恼 哪一个零件有问题 那在即时的安装上面 像这个上座要拆下来 还蛮麻烦的 它需要用一个压缩器 把弹簧压缩住之后 才有办法把这个上座拆开 不然如果贸然的打开 这个上座的螺帽的话 它整个上座会弹肥出来 是有危险性的 我们在网路前阵子 大概上个月就有一个一片 就是把这个零件 整个弹飞出来 那个是有危险性的 后面的上座呢 也都有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后面已经安装好了 因为这台车 是我们大概8点50开始施工吧 现在大概四五十分钟而已 就已经施工 大概快完成 所以这台车 第一个当然是很谢谢车友那么捧场 我们才有那么多的帮车友 拆装服务的机会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拆装这台车的速度呢 非常的快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后面的KT的避震器 那这个道路版本的后面弹簧 我们配置的是190长 5公斤 那5公斤的公斤数呢 算是这台车非常的刚好 那最主要的是它的长度 弹簧长度一旦变长之后 它作动的行程就会比较长 那相对的也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所以后面的弹簧 我们配置的是5公斤的弹簧 那车高的调整 今天的车油呢 并没有要降低车高的需求 那我们一般的版本 升到最高的话 大概是三指幅左右啦 这个时代的话大概是 原厂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那也就是说今天预计降低 比原厂降低大概不到一个手指头的幅度 所以车高的话只有略降一点点而已 那这台车本来是原厂就已经配置的是15寸的 后来的话都好像 十一代都已经升级到 2055 16是16寸 那这个时代呢 有的一些车款都还是配置了15寸的 所以它的扁平比呢 会稍微比较厚一点点 那当然舒适度上也会来得好一点点 可是当比较厚的扁平比在刹车停止的时候 刚好这里有一个17寸的轮胎 像这个是16 原厂是15寸 它的扁平比是65 这个厚度还蛮厚的 就已经大概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接近休旅车的厚度 那像这个是改装的17寸 它的扁平比是45 215 45 17 所以它的扁平比比较薄 所以第一个当然在操控性上呢 它轮胎的变形度比较少 所以操控性上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第二个是 在刹车停止的时候 它的胎壁呢 其实就像一个弹簧一样 65的扁平比 它可能会有一个多余的余震 但是45的 甚至是有的车友已经改到18寸 225 40 18的规格 它的扁平比更薄 所以它 刹车停之后的晃动感呢 就会更少一点点 那舒适度跟操控 其实就是一个翘翘板 那在这样的平衡里面 需要车友来找到 比较适合自己的 那后面的话 车高的调整 是靠筒身下方 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来做调整 如果我们把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往这个方向旋松的话 它的筒身就能调整 如果长度变长 车高就变高 那相反的车高就变低 那在这台车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银色的 这个算是把它电开的一个零件 这个零件的话 记得如果即时安装的话 这个是要朝轮胎这边 因为这个是最主要是要把它电宽 电宽用 防止这个角落呢 会有干涉的状况 所以KT的话 logo要朝车后 车屁股 然后这个电圈的话 是要靠近 支币这边的 后面的阻尼调整呢 是从 我们后座的后方 往前先之后 在后座里面就能做调整 所以这台车 在阻尼调整上还蛮方便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前面就是一般 一般的悬吊设计 最常见的麦花层的悬吊系统 麦花层的悬吊系统呢 它不只是负责上下 它还要负责转向 所以它在避震器的作动要求上的 严苛度呢 远比后面还要来的严苛很多 所以它的上座的话 它就需要有一个轴层 让它可以转向的时候 比较轻盈 比较不会有异音的状况 那像这里 这个我们KT就有附一个新的上座 这个是一个类似原厂型的上座 那阿提斯的话 它有三颗螺丝 这里有一个扣具 扣具的话要稍微拔开之后 这个盖子就能稍微往上掀 往上掀之后 这里有三颗螺丝 拆掉之后就能够把避震器 把它由上往下卸下来 那在上座的中间 有一个KT的logo 这里对得到脚吗 可以 往顺时针 这样就会变硬 往逆时针就变软 所以它一共有30段的段数可以调整 那调整的秘诀呢 就是左边跟右边要对称 前后的话可以不用对称没关系 左边跟右边一定要对称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前面的 前面的麦花城的 这个改装便器呢 道路板的 我们配置的是200长7公斤的弹花 那它的领程度有点多 所以在拆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像是这个离载串的话 它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消耗品 所以在拆装的时候要注意看看这个防尘套的球头有没有破掉 然后转起来有没有卡卡的或者是有间隙感 那像这里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还有ABS感应线 这些扣去的话 我就都跟原厂的位置是一样的 那前面悬吊系统的车高调整呢 是跟后面差不多 我们把这个齿轮状的托盘 往这个方向 逆时针旋松的话 它的桶声就能够旋转调整 调的长的话车高就变高 调的短的话车高就变低 这台车也有不少的车友呢 它是要降到最低的 那像这样道路版本的话 降到最低大概是 轮胎的上缘到S版 大概是剩下半指幅左右 那最高的话可以做到 三指到三指半左右 已经快接近原厂的车高了 那当然有的车友 它是要跟原厂一模一样的高度 那只要在下单的时候 因为我们KT本身就制造的工厂 并不是围请他厂代工的 所以如果车友有特别的车高需求 我要跟原厂一样高 那在下单的时候 特别交代我们的那个业务 或者是同事同仁就可以了 那用料的部分的话 像里面主尼友的部分 我们使用的是意大利一神筒进口的IP主尼友 那这个主尼友 如果有骑重机的车友的话 意大利有一个很知名的重机品牌叫Aprilia Aprilia它的前叉的指定用油 还有后避震器的指定用油 所使用的就是意大利当地很知名的IP主尼友 这个IP主尼友它在台湾并没有授权 做一个混装的油草 所以它是从意大利一神筒进来的一个油品 所以它的油品的稳定度相当的好 那缺点就是造价的话 单价的话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还是使用意大利的油品 那油风的话 像是Artist的话 我记得很多的车友呢 都是很推崇一个日本TEN的品牌 那TEN的话它的耐用度也相当的不错 它所使用的油风呢 就是NOK的油风 跟KT一样我们都是使用NOK的油风 所以它的耐久度的话都相当的不错 那最棒的是像这样的改装品呢 也许有可能即便我们已经用到NOK的油风 用到IP的主尼友 那可能过了四年六年之后 它还是会裂化 主尼友还是会裂化 油风还是会老化 就有可能会有一个损坏的状况 但是不用担心 KT的话本身呢 也有针对这样的日后的售后服务 有需要做主尼友的翻新 或者是上座已经有出现异常的状况 这些呢全部都是可以维修的 可以不用再换总成件 可以针对单一的零件做态换 像是这里有一个防尘套 这个防尘套 馒头呢其实也都是很正常的消耗品 有可能避震器还没坏掉 这个已经损坏掉 会因为实用车的状况有所不已 但是不用换总成件 我们都有单独贩售这样的零件 可以供店家或者是车友来做态换 好像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来要准备装轮胎 要准备做一个路试的 那今天刚好有机会 车款是Artist 所以我们在TAT里面呢 开始播跟大家分享 那很欢迎Artist的车友呢 我们在文章内文呢 有写到飞鱼底盘基因 是我们KT中区的经销商 那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试诚的话 可以跟飞鱼跟飞鱼联络 或者是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那今天的直播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拜拜